1946年初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还不到一年的中国 正面临着两种前途 两种命运的抉择 蒋介石和毛泽东把目光都投向了东北 为了争夺这个工业最发达 土地最肥沃的地区 国共两党都投入了最强的力量 国民党军队依靠武器和兵力的优势 在东北南部战场取得了主动 共产党在当年4月28日解放了北部重镇哈尔滨 双方在东北往来厮杀 拼死相争 鹿死水手 难见分晓 哈尔滨 共产党占领的第一座 也是唯一一座大城市 目前成立各方势力盘踞 能不能保证社会治安的稳定 关系到全国民众对共产党的信任 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 特此委派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成强 赶赴哈尔滨 担任刚刚组建的哈尔滨公安局局长 虽然成强长期在延安负责除监保卫工作 但是一座大城市的公安局局长该怎么当 他没有任何可以借取的经验 想到将要面对的无比凶险复杂的局面 成强的心里既是兴奋的又是忐忑不安的 向左转 跑步走 欢迎城局长 欢迎城局长 欢迎青人顾站长 欢迎城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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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青人顾站长 欢迎城局长 坏人家都提起神来 都跟没吃饱似的 提神了 还要鞋动着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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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你那个医生 快起来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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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地踏步 走 走啊 一块强 一块强 一二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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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小子 转 这就对了 这才像咱哈尔滨警察 对吧 这才是东北爷们啊 记住了 要热情洋溢 要慷慨激昂 笑容呢 笑容在哪里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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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都提起精神 快快快 提起精神 来来来 都打精神 务必要群积激昂 群积激昂 笑容啊 来 来 欢迎城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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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城局长吧 是啊 您是 病人赵路维 哈尔滨警察局副局长 赵副局长 你好 您好 您好 回头我们再聊 您好 您可以叫大家散了 好 好 好 赵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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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门子 快赶快 都躲起来 都站住 快 站住 快 快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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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打开 小李 走 跟我走 快 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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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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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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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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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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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快 追 快 快 散开 散开 追 走着了嘴 快看 给我抓住 别跑 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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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上 来 走 来 走 是 来 同志 抓到了没有 你说呢 不是 同志 你千万别误会啊 这人肯定不是我们的人 一定是混进来的特务 是不是 我们会调查清楚 起开 架子还不小 行了 少说两句吧 快走 走 区医别请现场 走 快走 快 现在伤亡什么情况 正在统地中 每支斯福林 费尔德 军机不枪死的 只有军团有这种光明 没错 进来 好 军长 冰江组呢 没有回信 刺杀行动 可能不太顺利 以后冰江组的事 不用咱们管了 祈祷隆总督长 刚刚通知我 毛局长派特判员 已经前往哈尔滨 并江组归特派员领导 凡事不必请示我们长春战 那不是要绕开咱们的意思吗 这是不信任咱们长春战 总部不是一直怀疑咱们长春战 有共当卧底吗 这不奇怪啊 不管也罢 咱们哪 少操这份心 那他说明说特派员是谁 那是机密 我估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就在城墙到达哈尔滨的同一天 军统总部派驻哈尔滨的上校特派员 宋洪林 已经悄然抵达了哈尔滨 十年前 宋洪林离家出走去莫斯科留学 这是他第一次返回自己的家乡 跟他一起回来的 还有长期以来 假扮他丈夫的军统特务 杨景修 好 不好意思二位 把您打烊了 去年秋天收的柴虎 你这儿有吗 只有前年的沉香了 冰枪组中外联络员张辉 向二位打烊了 特派员报到 我现在要见滨江组全体同志 报告长官 滨江组攻二十九人 剩下的全部在这里了 请总部上校特派员宋洪林讯化 诸位请坐 这位是杨长官 大家好 我是杨景修 同志们 你们辛苦了 我已经向重庆总部 为你们申请嘉奖 总部已经下达批示 对于战斗中牺牲的同志 普须金从幽 当国会照顾好他们的家人 谢宋长官体讯 现在我们要寻找新的据点 重建滨江组 我现在不能亲家的 是不是 不能有办案吗 一来就不想是 你打这一会儿 已经这样了 哎呀多少年了 哎呦 没这么危险啊 每个都是我IF的枪子 这比肚子 没有救那么迁 哎呦 真的 差点了 我在哪儿 快走 这有什么地方啊 小子小转 警长 今天呀 咱们公安局局长 程强先生正式上任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 我想过很多种 你们欢迎我进城的方式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是这种 死了十二个人 包括四名无辜的百姓 我问你们 你们就是这样治理哈尔滨的吗 警察的职责是 保镜安民 可是昨天呢 光天化之下 在警察局的大门口 竟死了十二个人 你们说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我不管你们以前 是给日本人做事 还是给国民党做事 从今天开始 我告诉你们 如果谁 要是跟我们的队伍不是一条心 昨天死去的这些人的账 我就从你们身上要的 不信 咱们就试试 是 我问你们 昨天的内保 谁负责的 你们是哑巴 还是没听懂我说的话 我 我问你们 我问你们 昨天的内保 是谁负责的 是爷们 就给我站出来 是赵 是不是你 站起来有点爷们样 保护局长 是我负责 你是怎么防范的 他们他们人太都看不过来啊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实账 职务 对付 停职 检查 三个月以后 以观后效 局长 听我执行 但是您可别听我心水啊 一家老小都等着我吃饭呢 钱钱钱满脑子就是钱 你怎么不想想你的失职 我问你 昨天死去的那些人的家属 他们去心水 从哪儿要 局长大人 昨天这事 我们确实有一定责任 可我这听来听去的 你们共产党 是瞧不起我们这帮当警察的 对我们有成见 什么叫我们这帮共产党 瞧不起你们这些当警察的 好啊 说说看 我们是怎么瞧不起你们这些人 说就说 我们伺候过国民党 伺候过日本人怎么了 谁在哈尔滨当家 我们就给谁当差 再说 那秋后那点账 凭什么都算在我们头上啊 我们这帮弟兄天天在街里边 巡逻查案 风吹日晒的 你看见了吗 你没看见你凭什么瞧不起我们啊 昨天那帮的人 明显就不是普通的流氓土匪 我们就是警察 跟你们这帮天天打仗都比不了 我们对付不了那些人 是啊局长 明显说的有道理呀 你们对付不了那些人 你们可不可以提早发现那些人 如果每一个制高点上都安排人的话 昨天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发生 为什么出现了错误 不先检认讨自己 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还是不是男人 我们怎么推责任了 你们负责任 还没进程度弄什么大赦 把我们新鲜鼓抓的那帮别毒都放出来了 你们这叫负责任 说停止就停止 这一家老小怎么活呀 你们这叫负责任吗 顺必信 少说两句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再说一遍 说就说 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站住了 怎么着 站住 我站住了 怎么着 你说怎么着 跟我玩流氓习气那一套是吧 吴正 把他给我关起来 是 别 局长 您别生气 他就是个愣头青 他 他不懂事 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告诉你们 从今天开始 你们谁敢跟我们玩魂的 我城墙 就跟你们奉陪到底 书记 这都什么事了 什么叫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监狱里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坐监犯科的犯人 怎么都能放出来啊 好 我们见面说 这不胡闹吗 把监狱里的人都放了出来 现在哈尔滨都乱成一锅粥了 我们从阉安就来了一百多个人 现在人手都不够用了 区长 我倒觉得这些违警察可以用 你看今天士兵洗他敢跟您对着来 这也算条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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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妹妹 姐姐 大小姐回来了 王叔 这位是姑爷吗 您好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丰赴我 您太客气了 王叔 见过大小姐好 姑爷 大小姐好 姑爷咯 大小姐 姑爷 请请请 爸呢 你还不了解他吗 老规矩 爸 弘林啊 快坐 爸 我和弘林结婚的时候 常德被日本人给占了 邮政不通 事先没有向您老禀报 望您见谅 在这儿给您补个礼 惊喜了 起来起来 不必了 快 起来 好孩子 听话 起来 赵局局长 成局长 有什么事吗 辞职信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成局长 我赵某人在哈尔滨当了快七年的警察局副局长了 昨天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难辞其咎 我觉得 这个副局长 还是由贵党的内部人士来担当的好 我看吴征老弟就不错 赵副局长 你这字写得不错 好 谢谢局长 趴家 你要辞职 我很有压力啊 你是不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啊 不敢不敢 不敢 张局长您多下了 石鸣喜这些人 巡逻抓贼 保禁安民 甚至于你让他出城剿匪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懂得尊重领导 散漫惯了 这都是因为我领导无方 是这样啊 昨天这个事谁对谁错 咱先不说 你辞职 我不同意 还有就是 石鸣喜同志这个事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赵副局长啊 你呢 长期治理哈尔滨很有经验 你比如说 烟馆 赌场 妓院 你都很熟悉啊 也有治理他们的心得 对不对 我希望我们以后在 长期治理哈尔滨的过程当中 你还得多教我几招啊 妻感 妻感 好 那我就 展前留下 清清以光后效 这就对了 来 收起来 怎么样 这房间 跟以前一模一样 我这个女儿洪灵啊 主意大 自个儿拿主意去莫斯科上了医科大学不说 这么多年了 她在外边做的什么 从来不跟我说 她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呀 她从苏联回来以后 就参加了中国红十四会做占地医生 参加过长沙会战 抗战结束以后 她就去了宋请龄先生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做事 这么说 这些年她一直从事的都是医生工作 没干别的 没有 爸 洪灵只是人道主义救援 没有党派立场的 那个程局长 只有你说得那么厉害 他真的很厉害 我昨天上午还采访过他呢 他现在说话也挺实在的 不过当时出现了好多国民党特务 上了好多人呢 现在哈尔滨这么乱 哈尔滨现在真的非常乱 京主 你对眼下的实局 你怎么看哪 说来惭愧 我从小就跟那些磁瓶字画打交道 对政治不太感兴趣 你不问政治 好 很好 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来哈尔滨有什么打算 这次来哈尔滨呢 正想收购一些 围满皇宫里流出来的清宫文物 哦 跟古董字画打交道 风雅 喂 喂 程局长吗 我是赵璐维啊 有个事情给您请示一下 哈尔滨工厂总会的会长 宋伯阳先生的女儿宋宏玲和女婿 从上海回来了 宋会长要为女儿女婿 举办一个欢迎酒会 邀请各界名流前往参加 特意请您参加呀 您看我怎么回忽啊 喂 程局长 喂 听到宋宏玲的名字 程强心里一失迷乱 以至于没能当场给赵璐维一个答复 程强怎么也没有想到 失去联系长达八年的恋人 宋宏玲竟然回到了哈尔滨 而且她已经结婚了 又要委屈了 我怎么有一种连生两极的感觉呢 这还真是头一次跟宋长官睡在同一水平线上 抱歉 让你睡了几年地板 你知道我愿意的 你怎么会这样的 锦绣 我有些担心 我们的任务 会给我爸和妹妹带来危险 你放心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保护好你的家人 早点休息吧 宋宏玲当然知道杨锦绣的心思 尽管他们是假夫妻 但是她知道杨锦绣是爱自己的 她也感激杨锦绣几年来不离不弃的照顾 但是她的心底一直有一个人 一个让她念念不忘的人 她的初恋 她的初恋 刘星翰 刘星翰 三二一 她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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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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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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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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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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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